Hello,大家好,我是冯老师 本节课我们来学习剑影文字的设计 剑影文字是指渐渐消失的文字 这样渐渐消失的文字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它会更加有设计感 我们看一下如果不去给这种特效 这种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将图层里面的眼睛关掉来看一下 好,没有特效你会发现这个字平平无奇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如果你给上之后呢 它的设计感就倍增 你觉得这个字的设计感非常强 觉得是有精心设计过的 它有什么好处呢 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 特别是从事平面设计工作 或者说你要做新媒体封面这一块 它可以很快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为我们的这个标题的文字增加质感 增加设计感 那这样的一个文字它是如何去设计的呢 那我们先去把这个组删掉 我们重新去写一下 点击键删则删除 选择文字工具 横排文字工具 点击输入文字 输入什么文字都可以啊 因为我在这里做的文字不是商业化的Banner 所以我在这里随便写个什么字 抒发一下情感吧 挺好的 控制加T自由变换 按住右下角这样一个白框框去拖动 将这个文字去变大 你看我们把文字变的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自由变换去做 也很简单 将这个文字稍微挪动到上下居中的一个距离就行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这个文字 以文字之间的距离有点近 就是它们的间距太近了 我应该让它更开一点 怎么处理呢 选择文字工具 把鼠标放在这个字上面 注意要放字上面 你不能放外面 放外面会出问题的 放字上面 点击鼠标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可编辑状态 按住鼠标不动 往后一拖 做出这种反向的感觉 就被选中了 这个很简单 奥子键加键盘上的右键 你可以去把它的这个间距变得更开 看到没有 奥子加右 或者加左就是说近 加右呢就变得更开 这是用快键的用法 很简单 好 我觉得现在没有问题了 这个根据个人的喜好 我建议的还是近一点比较好 选择移动工具 退出编辑状态 好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下部怎么样去处理呢 下部我们要去将这个文字的这个 建议去把它做出来 这个建议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要使用到一个工具 就是什么呢 矩形工具 矩形工具干嘛呢 就是画一个长方形 画这个长方形呢 它是带有框框的 看到没有 你选择矩形工具 你看这个上方 它是有个属性 一个是描边 一个是填充 这个描边现在是描一红边 所以这是很正常 是不是 我们不要描边 我们把这个描边色彩点开 点这个叉 就是不要描边的意思 没有了 但是我们需要有填充 那你把这个填充点一下 填充要个什么颜色呢 我们在这里面 区别点一个 比如点个黄的 它会变黄 是不是 但是我显然不要黄的 我跟你讲 你填充要什么颜色呢 你的填充要背景色 什么叫背景色呀 就是这个红的 那种暗红色 选择这个彩色的 这个小正方形 点击它之后 会出现一个实射器 这个实射器 把鼠标移到外面 会变成吸管 用吸管 去吸取一下 这样的一个红色 随便吸一个 比如这样 确定 好 你的这个 长方形就变成 这样一个红色 选择移动工具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将这个长方形呢 Ctrl加T 自由变换 变得更短一点 Ctrl加T 拉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 拉动的时候 你有时候可以按照Shift键 因为不同的版本的Photoshop 它的这个快键不一样 我现在没有按Shift键 也可以拖动 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 回车键确定 然后在图层面板里面 对这个矩形一 单旧键创建 剪贴模板 穿简模板就将这个图 放到文字里面去 这放进去了 看到没有 放进去之后呢 还要做个什么样的处理呢 对这个矩形一 添加一个模板 模板是什么 模板是说 我们在这个图上面 可以去擦掉某一部分 模板是白色 就代表没有变化 如果模板是黑色 会怎么样呢 用画笔 前景色改成黑色 图一下 右键将画笔大小 改小一点点 你图一下 你看 它会慢慢的显示出来 如果你把不透明度 改成100 在上方了 这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长方形 被擦了一部分 黑色代表被擦掉了 如果你再使用白色呢 我们用白色 再擦一下 它又会还原 看到了吗 所以在这个里面 模板 它只有黑白 黑色代表被擦掉 白色代表还原 那我们现在是白色 所以它是正常的 我们在模板里面 选择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上面 有一个这样的选项 点击它 弹出的面板里面 一定会有这样的 一个黑白渐变 所以黑白一定有 选这样的黑白灰 确定 然后在这个模板 一定要注意 要选中这个模板 才可以 选中模板 在上面拖动界面 界面是拖动的 一拖音线 松手 界面就出现了 看到没有 为什么没有出现黑白呢 那是因为在模板上面拖动的 它只有什么呢 只有黑白灰 那黑色代表被擦掉了 灰色呢 代表是透明的 白色代表没有变化 如果现在做减量模板 所以你看不清 那单击右键 释放减量模板 我们再看一看 你可以发现 你的这个图呢 其实是这样的状态 它由刚才的一个正常的 场方形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半透明的场方形 发现了吗 你可以单击右键 停用模板 你可以看到 停用就是这样的 当你启动模板 右键 它就这样了 对不对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好 单击右键 创建减天模板 进去 完事 那下部怎么处理呢 复制这个矩形1 Ctrl加勾复制 放在这个界上面 对 然后再复制这个拷贝1 把它挪动到的上面 就一个一个复制 Ctrl加勾复制 再Ctrl加勾复制 当你复制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有个东西 什么没有处理呢 就是减天模板 我们没有处理 当你做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需要去对一个图层 去做减天模板 因为只有第一个做减天模板 怎么办呢 单击右键在上面 一个一个单击右键 创建减天模板 单击右键创建减天模板 一个一个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 那这个图就没有问题了 最后还插一个 可能要够复制一个 再拖过来 继续 当然就这样 创建减天模板 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做好的效果 其实非常简单 你会发现 我们就做了一个长方形 做了一个减天模板 减天模板之后 为它添加了一个图层模板 这里面有概念 就是减天模板 跟图层模板是不一样的 简单模板是将一个物体 置入到另外一个物体里面 图层模板是什么呢 图层模板是将这个图去擦掉 通过黑白的方式去擦掉 我们借用是 渐变的黑白灰擦掉 所以擦得非常自然 我们擦完之后 将所有图层复制 一个一个复制 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样的一个 见影文字就出现了 关掉眼睛去看一下 你可以打开眼睛去看一下 这个方法是按住 这个眼睛不动 往上拖动就可以了 按住眼睛不动 往下拖动 所以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见影文字的效果就出现了 我们主要使用了文字工具 图层模板 使用了剪贴文板 然后呢 在图层模板上面 我们使用了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 我们选择的是黑白灰 那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